陈德成 斜角肌松解药领和四个体位 那我现在呢 丁医生我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非常理解啊 你这个治疗过程中啊 一个手拍视频 一个手那个还得指导指寸 我觉得呢这个很不容易 你没有助手 就是说呢在这个比较遗憾的呢 就是你这个扎针操作过程 咱们没有看到 这个我想呢 你不可能一边拍一个手 拍一个手去操作的 这个对病人也不尊重也不好 那就是说呢 我想知道的呢 你这个操作斜角肌的时候 你病人采取的体位 是座位还是什么体位 陈老师 我是座位的多 主要呢 我主要座位 座位一个的时候 他便有活动 对 当然如果他是 我得先问他 我问你怕人不怕 他说我不怕人 那我心里有解的座位 他如果病人特别的东西 他害怕的话 他就躺着 躺着或者他侧躺也行 好 所以呢 一开始啊 其实作为这个斜角肌松解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 李宝国老师 这个他这是一个魔鬼肌 传统针灸呢 对斜角肌几乎是很少设计 那其他的针具呢 有时候风险也比较大 所以呢 咱们动静针呢 在这方面是个比较有 有他的优势 那呢 我开始都是座位的 要不便坐了 但是后来发现呢 有的人呢他比较惧怕 他本来就有点运针 你让他坐着着 他就弄到他出一身汗 最后心里头 他有压力很大 也不说 现在呢 咱们斜角肌松解 如果说 三年前 2020年 2021年 喜欢往第一批的第一轮的课 你还看不着别的体位 全都是座位 但是现在的课 我基本上 有 就是 躺下来有四种体位 除了坐着 你可以撤握 你可以扶握 你可以仰握 啊 就是这些体位呢 都是可以考虑的啊 就是说斜角肌的松解方式呢 越来越多 并且采取更舒适的体位 来解决呢 他的这个 松解的过程 刚才呢 李老师提的这个 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就是说 有一针 在中斜角肌 第一内部的这个 辅导点处竞争的时候 你呢 把这个 红侧的手臂外展 啊 外展你可以搭到这边 你可以摸到红桶槽 你怎么整啊 我觉得呢 斜方肌就处于一种放松状态 斜方肌放松以后 他这个间隙 因为在斜方肌的下面竞争 你不能扎在斜方肌上 以前最开始啊 我从后面扎 那一扎斜方肌 又把它挡住了 那你首先得穿过斜方肌 这面临的你一动的时候 他就 他真尾他摆了 在痛 所以呢 怎么样能够避免 扎到斜方肌 而只扎到斜角肌 这一直是个难题 那我的方法呢 从这个斜角肌和斜方肌 之间竞争 已经呢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还不够 有的时候你还是扎到了斜方肌 那刚才李老师刚才说 这个对我启发很大 我比我一下子 我觉得 这个非常好 确实 你这个 上台以后 上斜方肌 他就收缩状态吗 那他就松弛了 你把他被动的抬起来 我觉得呢 那就会更松弛 这样的话呢 他就 闪出了一个缝隙 给你呢 进针 两寸针进去 就非常的 比较顺畅 我想呢 这个效果会更好 再做点自针提拉呀 完了再配合运动嘛 那基本上你中斜脚肌松解了 前中后这三个基本上都解决了 这个呢 我在课上 特别是石超课 在加拿大时候 我讲过这个事 现在我都不做前斜脚肌了 我就做中斜脚肌 结果发现呢 前斜脚肌也自动松解了 你都不用做了 但是呢 带来的呢 安全性 方便性 那是巨大的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 一个体会 就是说 在松解斜脚肌上不断地摸索 也呢 找到了一些巧门 也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什么呢 就我们这个活动啊 这个杀龙啊 对话呀 特别好 然后有时候 你谁说一句话 这就改变了一个方法 那个有这些实质的难题 就解决了 像刚才李老师分享这个 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特别有价值 将来呢 像这个就可以 以后可以推广 像 斜脚肌 怎么 怎么松解 这也作为一个方法 所以呢 非常感谢 李老师 也感谢咱们这个丁医生啊